嗯 也不好透露不能透露这是我们的战术 那怎么能跟你讲 那我现在跟你讲了那我节目还是不 我们工会还要省批呢 对他们想来就能来对啊 就我们能带他他就可以吗 他可以真好笑这个问题 咱们不以后还是录赏光的冬天好吗 太热了 大家一块穿羽绒服嘛 哎当然有没有可能外面除了晒 里面凉快是吧 太热了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蒲一鑫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祖南 两位来这个舞台之前彼此认识吗 其实我们在也刚好是缘分上一个节目 我们俩一块对刚认识在一起打游戏 嗯你们的游戏水平怎么样 他他很厉害我他很厉害 他我是另外一种厉害 哪一种也不好透露 不能透露这是我们的战术 但是楠楠反正把跟他对线的人大穿了 哦心态肯定穿了现穿没穿爆 哈哈哈哈 刚刚我俩的游戏水平嘛 对期待我们的游戏水平 嗯 很多网友都很想看你们同台的 假如你们合作的话 有想尝试的类型吗 那怎么能跟你讲的 那我现在跟你讲了 那我节目还是不谈 对呀 随缘嘛哈 对 但是我其实的确 就是有机会的话很想跟楠楠来一声 我觉得楠楠的东西真的很高 哦 哦 因为我之前就是你那个 前天那个现场吧 我之前看过你的那个mv 哦 是我觉得那个 不至于不至于很有意思 以至于我们要合作什么 肯定是不能告诉你 对 就可能合作一点 从来没唱过的曲风啊之类的 乱说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 我们在台上cosplay 英雄 对 难乱彩牌的时候有看阿婆的舞台吗 姐我真听不懂 不好意思我耳耳朵背年纪大了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其实没有看到有点可惜 因为我们俩是我先我先上的前后脚 前后他演的时候我在台下采访 我前后的舞台也没看到 我看楠楠的舞台是我在那后场 我通过那个 缝 不是那个缝 是那个后面有一个那个反送吗 那不是有一个通道 你记得吗 那个玻璃通道 当时把你大屏上的画面反射到上面 我是通过那看了 三首消息 对 三首视频 对 那这一次录制 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深刻的环节和舞台呢 比如说此刻 比如此刻 此刻 How's it 很贼 就是真的我 申请一下做个闪光的冬天好不好 三点夏天了 找不住了真的 闪光的冰雪大舞台 可以穿羽绒服都行没关系 明年整个特别介冰雪舞台 Let it go 如果要推荐一位朋友来上节目的话 你们想推荐谁 哈哈哈哈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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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推荐 就是把 推荐有人 你有谁想推荐的人 推荐的人 那就让他们自己申请 让他们自己申请 咱们不是 我们这个节目是想来就来的吗 对呀 我们这么随便吗 他们想唱 多少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心血 才争取这一次登上这个舞台表演的机会 我们工会还要审批呢 对 他们想来就能来 对啊 就我们能带他 他就 配吗 他可以 真好笑 这个问题真的是 马上要登台了 你们现在紧张吗 紧张啊 我让人都流汗了 你是热的吧 是热的 对紧张 也主要是因为热 就是这个天气会也会带来内心的一种燥热 也会有一点影响 最后 请用一句话来安利一下闪光的夏天 给你们带来这个夏天最 燥热的舞台 这是这个夏天最热的节目 那个汗水架是流万流 那个水的糖 放三元之闪光的夏天 跟着节奏拍手 依次说出闪光的夏天里有什么 卡顿或者接不上的要接受惩罚 输了就干嘛 输了我们再玩一轮 输了再玩一轮 就输赢都一样 别 咱这样 咱杀来 我们输了 一直玩 你输了 我们就停 怎么样 行 来吧 好 楠楠先来吧 闪光的夏天有什么是吧 然后我自己要说一个先吗 对 你先说一个 闪光的夏天有什么 有阿浦 周震南 有乐队 哎 你错拍了 错了错拍了 哎 哎 这个 我们 是因为两位太帅了 我没注意 再来一个 不是 我们因为我们作为专业的rapper 对于节奏的把 我不是专业的rapper 哈哈哈 我都敢说这个话 你 我不敢 我们对节奏的把构是非常精准的 我们眼里人不得杀子 就是一点点错拍 我们都能精准的捕捉到 惩罚 刚才的确是错了 惩罚 行 接受惩罚 给张延祺采访两小时的视频 对 人物赚紧 为什么是张延祺 因为真傻 好的 那最后再给自己的舞台打个call吧 嘿嘿嘿 哈哈 干嘛 我也 我以为他要抽我一把 哈哈哈 我 我是以为你要 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跟导演说要说什么 我以为你已经把词想好了 所以我就准备 啊 有点手势 但是 一直没来 没事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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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酷的朋友们 想看 周胜南超绝舞台现场吗 优酷的朋友们 想看普京超绝舞台现场吗 那就请锁定优酷闪光的夏天 对